你是否曾在家中或工作场所被不明小虫叮咬,导致红疹与剧烈骚痒? 小心,这可能不是蚊子或跳蚤,而是琴蛮。 琴蛮是什么? 琴蛮,又称热带琴蛮,是一种寄生鱼鸟类的微小蛮虫。 主要栖息鱼鸟类的羽毛鱼鸟巢中,虫体呈椭圆形,体长小于1厘米。 肉眼不易便是,近看类似铅笔点在白纸上,琴蛮依鸟类血液为生。 但当鸟类离巢或死亡后,可能会转而寻找人类吸血。 虽然琴蛮不会长时间寄生于人体,但被钉咬会引发皮肤过敏反应。 琴蛮钉咬的症状 琴蛮钉咬后,由于钉咬属于持发型过敏免疫反应, 所以会在数小时后在钉咬部位出现红疹,并伴随剧烈骚痒。 常见的钉咬部位包括颈部、肩膀、衣窝、胸前、上肢等地方, 这些部位都分布在衣物边缘附近, 例如领口、袖口、内衣松颈带周围与跳蚤钉咬不同, 跳蚤长钉咬脚踝、小腿等下半身区域。 因此,若发现这类红疹且家中或附近有鸟类活动, 应提高警觉,琴蛮外观。 琴蛮在未吸血前呈现半透明或淡黄色, 吸血后体型膨胀,颜色转为红色, 过几天后血液凝结颜色会变深。 若在家中发现这种虫体,应特别留意。 琴蛮如何进入家中? 琴蛮主要经由野鸟竹巢或吸血的场所, 如屋顶、屋檐、阳台、窗台、 冷气通风口与中央空调等处进入家中。 当鸟类离巢或死亡后, 缺乏宿主的琴蛮会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吸血对象, 它们可能透过门窗缝隙、冷气管线、 通风口或中央空调出风口等途径侵入室内, 而人类便可能成为它们的临时宿主。 由于人血并非其食物来源, 因此,西人血的琴蛮不久即失去营养而死亡。 如何预防琴蛮? 移除鸟巢,定期检查屋顶、阳台、冷气机等处, 如发现鸟巢应适当处理, 避免琴蛮滋生、封闭入侵路径、修补门窗缝隙、 封住冷气管线、通风孔等可能的进入点, 也可使用防鸟刺或防鸟网防止鸟类接近。 使用水蒸式杀虫剂, 当室内已有琴蛮, 可使用水蒸式杀虫剂消灭, 避免户外晾晒衣物。 若附近有鸟类出没, 避免在阳台晾晒衣物, 以免琴蛮附着。 琴蛮体型虽小, 但可能带来严重困扰, 透过适当的防护措施, 可有效降低其影响, 避免皮肤炎与过敏反应。 若怀疑遭琴蛮叮咬, 应立即清洁环境, 并寻求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 进行评估诊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